海巡署金马鹏分署第13巡防区指挥部于昨日下午结获忘安湘将军卫生所通报 有一名35年次男性民众因头部外伤 经县府卫生局依直升机后送医疗评估不符条件 但仍急需后送马工就医 巡防区立即通报第8海巡队派遣线上巡防艇赶往救援 海巡救人如救火且因适逢低潮巡防艇有航安顾虑 并由当地卫生所协调一艘将军之星交通船搭载伤患家属与医护人员等三人出港 于将军港外与巡防艇进行接驳 顺利将人员以最大安全速率持返马工港 在8日17时2分接获忘安湘将军卫生所通报 有一名35年次男性民众因头部外伤急需后送就医 而对随即派遣1008拐巡防艇港广救援 当地因逢低潮巡防艇有航安顾虑 由当地卫生所协调一艘将军之星交通船来搭载伤患家属及医疗人员三人出港 并在将军港外与1008拐巡防艇进行接驳 顺利将人员接驳上艇 并以最大安全速率送往马工港交游 消防局救护车再往贵福部彭湖医院救医 海军署表示 对于离岛居民生命安全医疗权益非常重视 秉持时间及生命速度及希望 于第一时间或报立即前往阴处 呼吁民众如有需要协助之情势 皆可拨打海巡署服务专线118 或透过当地卫生所评估后通报 海巡署将立即派员前往阴处 记者 陈荣预报的